请 站住 丞相病了 是啊 丞相得知张包将军伤重而亡 悲痛欲绝 昨天去陈仓的路上又淋了雨 回来就病倒了 诺 这可如何是好啊 曹尊上任之后 攻势日盛 三军都等着丞相调兵遣将呢 丞相醒了 请立位觐见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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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成啊 我病重得很 老师 人 头痛欲练 曾经天起 算剧 就由你和王平来执掌 遵命 还有 让各部回营收拾形状 做好归尸的准备 三日之后 黎明启程 陆续撤回汉州 敢问丞相 这次撤兵是诱敌 还是真撤 当然是真撤了 一者 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 二者 雨季将至 那时道路泥泞 粮草难以转运 与其撑到那时无功而返 但不如现在就撤 那 公县的城市如何处置 不需要了 都放弃吧 陈仓也要放弃吗 大军撤后 无需量导 可是丞相 陈仓 丞下 我军阵亡了上万的将士啊 我知道陈仓来之不易 可是大军都撤了 陈仓一座古城如何守得住啊 王平啊 末将在 大军撤后 你帅两万人马在陈仓道口舍府 三日之后再撤 警方曹真来袭 遵命 丞相 退了吧 陈仓 昨天半夜起 南边各成义纷纷腾起烈焰 天亮后 儿亲自领军前去打探 发现蜀军正仓皇而退 沿岐山大道返回汉中 祝国梁为何退军 孩儿出事也不解 因此 我率轻记追杀十余里 拿下了几个落单的蜀兵 靠问后得知 原来诸葛亮病危了 病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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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达 你说诸葛亮是真病还是假病啊 这个蜀军它是真退呢 这个蜀军它是真退呢 还是假退呢 这个嘛 傅帅 儿认为 诸葛亮真病假病并不要紧 关键在于 蜀军是真退兵 还是诱敌之机 少将军以为诸葛亮是 真退军还是诱敌呢 诸葛亮用兵谨慎 它若真退 必然会在陈仓道口 收下伏兵 等大军回到蜀境 伏兵才会撤去 我军不需追杀 只需前往陈仓道口 点验一下蜀军留下的火灶 便知其香 如何知其香 军中造犯 常是十人一造 如果蜀军留下的火灶过千 则证明有万军在此埋伏 如果没有火灶 或是火灶不多 则证明蜀军没有设下埋伏 我军则可放心地收复陈仓了 邵将军身同兵略 所说极确极明 老夫敬佩不已 把握下埋伏都被发现了 则证明 这两个落荒门逃了 大都督 用非人传的 停令 曹爽率前军 郭怀战后 本都自提中军 依次进兵 收复龙熙各成义 遵命 遵命 父亲 这是靖叔 托玉娘官带来的 他少话说 秋雨将至 雍粮苦寒 让田建棉衣 千万别染上风湿了 你看 这丫头是个贴心人哪 好生温暖 好生温暖 曹爽归赢了吗 还没有 你要记住 曹爽之才远在其父之上 日后你要好生再赢 解放 解放 少将军回赢了 父亲 曹爽斩护不下话 他们的马腹下面 全挂着水冰头 是 如此看来 诸葛亮真的退军了 来 李将军 李将军 昂平 吃亏了吧 别提了 我在陈仓道 埋伏了足足有五天 可是一个卫兵都没有来 直到我准备撤退的时候 卫军从东边冲沙而至 我就赶紧挥石迎战 可没想到 从西边又杀出几万卫军 这一下子我被两面夹击 父辈受敌 这卫军 卫军领军的将领是过淮吗 不是 是曹真的儿子曹爽 曹爽 曹爽 他不是个顽固子弟吗 也能领兵打仗 曹爽可叼着呢 要不是我的公奴手拼命放箭 恐怕 他就断了我的退路了 曹爽还真够精明的 居然能绕过丞相的伏兵 再灰头上来 是啊 怎么 丞相病好了 不是丞相的病好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丞相根本就没病 拜见丞相 拜见丞相 过来说话吧 启禀丞相 末将折损了五千军士 卫军到何处了 他们的前军已经进入陈仓城 武都 殷平和下官等城 也都相继落入他们之手 不认识了 封相 其他城池并不可惜 没独陈仓是不得 他扼住了我军的良道 再说 丞相也并非是真的想退兵 如果连陈仓这种地方 都拿来有敌深入的话 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卫言 你不就是舍不得陈仓王 也罢 就算我向你借的 过不了多久 本相还给你便是了 末将于师 帮丞相恕罪 坐吧 我之所以下令 将所有粮草 改屯于齐山大营 就是因为那里地势高 但我没想的是 今年的雨季 比往年迟了七八日 现在看来 雨来得晚必来得大 陈仓地势低洼 大雨之后必会积水数尺 卫军粮草自重陷入水中 他们战斗力最强的西粮消极 更会大打折扣 卫言哪 战机要看天意 天意所致 你想不胜都难 有的 这也就得了 这就得了 这就得了 在下这就去写 别急啊 国怀 还有啊 少将军曹爽 亲率铁骑 斩杀蜀军三万有余 并率先杀入陈仓城中 请朝廷加功行赏 仲达 我看这道奏章 还是由你来拟写吧 拟写更有说服力 尊大都督命 在下写就是了 那就多谢了 陈仓真是个囤兵的好地方啊 郝昭在这儿做了半年将军 把这城墙住得 比洛阳城墙还厚 他真是个智勇双权之才呀 可惜死得太早了 父亲 你真要替曹爹写表彰 向朝廷邀功请赏呢 为何我 我已经答应你 你知道表彰一上去 是自取其如何 百官必然大谎 为何 父亲兵败 被曹真取而代之 而曹真一上任 立刻转败为胜 这样一来 陛下会怎么想 百官又怎么想 他们一定会想 以 司马仪这个人 不像是英雇郎氏之徒啊 他多么虚怀弱骨 多么宽宏大量 他和曹真已经近视前嫌 现正同心同德 为国复难哪 父亲 老年 这 竟然还有一话 似乎 经历 你 似乎 你 你 这怎么又败了 真是烂你 胡不上枪了 父亲是说曹真会兵败 儿没看出曹真的败现吗 父亲 还是那句老话 获兮服所义 服兮获所夫 父亲 你 你就别跟儿卖关子了 你快教我吧 不教 自个儿琢磨吧 本都人马陆续而来 兵马越来越多 陈仓成晓 恐怕驻扎不下 本都义 应将几十万人马撒开来 分到各城驻守 仲达 你看如何呀 大都督安排甚为妥当 那好 令 陈仓乃咽喉耀帝 本都督亲自驻守 仲达 你引异军驻守阴平 遵命 郭华 在 你率本部驻守五都 遵命 你率两军 驻守东边黑石城 遵命 遵命 仲达啊 表彰可曾写好啊 请大都督过目 岑理 也在家宫 王露人 让普新 backs 秦琦 秦县 十六 Burn 秦县 父亲 父亲 父亲让儿打探军情 儿都打探清楚了 龙溪各城 凡是被蜀军放弃的 都已经大伙分毁了 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大军退去 自然片瓦无存 这我早料到了 只是这诸葛亮 为什么单单留下了 陈仓这座最大的城池呢 陈仓是咽喉要道 兵犯雍梁的必经之地 诸葛亮之所以留下它 是为了以后再去陈仓 就这些 就这些 这些 莫非还有别的 你再想想 儿想不起来 这么简单的事情 到今日你还看不出个玄机 真是愚服一隔 无可救药 我五周 苍天哪 我司马医生曹贞多疑 可我这迟儿却属曹爽多疑 父亲 喝杯热茶吧 不喝 父亲 其实尔早就参图玄机了 当真 千真万确 说我听听 主格亮之所以留下陈仓 就是为了给曹真助军 陈仓地势地劾 大雨数日以后 必会积水影池 到那时 我军的战甲就会炮烂 粮草会生煤 资重也会损坏 等到天一放晴 蜀军再来攻势 我军必打败 而诸葛亮最有可能 弃其他各成于不顾 集中优势兵力 专攻陈仓 专勤操针 大都督 陛下又为你增加了五千弹俸 随增良田三千亩 殿农一千户 恩宠之重 我朝自开元以来 还没有一个大臣敢与你相比 陛下真是龙颜大悦呀 陛下这人哪 虽是年轻 大都督 倒也赏法分明啊 陛下也夸了司马仪几句 说他与大都督你啊 同心同德 对大都督也是心悦诚服 心悦诚服不敢说啊 不过 此人近日倒是乖巧了许多 来人哪 大都督 把陛下恩旨抄写百份 发到各营去 让将士们都看看 皇恩浩荡啊 诺 你 你这是去哪儿了一身都是水 大都督下官告退 好生伺候着 诺 孩儿刚去前营巡视一番 你瞧瞧这件铠甲 铠甲怎么了 天日大雨 城里倒出满水排不出去 营镇里也都进了水 把铠甲都捂烂了 父亲 看情形 这阴语还会持续 再过半月 所有的铠甲都会烂成碎片 刀锋也会生锈 如果蜀军来袭 那可就危险了 依你我该怎么办啊 尔以为 应该立刻放弃陈苍 率全军退回雍梁 不可 陈苍乃蜀军北范之咽喉要定 如若放弃再夺回就不易了 你马上发疏朝廷 请陛下下旨 从洛阳 长安 许昌等地 转运兵器开下来 天仪放情 一切都好办了 大孩儿担心 等不及砍甲并去运刀 蜀军就会回十攻杀过来 还有 臀梁也开始没变了 军师们吃着发霉的饭食 越生四起 现在 我越来越怀疑 诸葛亮是故意留下陈苍 好见上天之灵削弱我们 然后 你要是这么说 我 我还真有些担心哪 不过陛下刚刚扳下恩旨 重重赏赐于我 我怎么能就放掉陈苍呢 再等即日吧 你传令下去 叫各军好生守备 城内外要寨 都要天兵住房 去吧 去吧 拜见丞相 各部都准备好了吗 丙丞相 全部都准备妥当 众伟将军 前番 我军与卫军在骑山相驰 我算准今年秋雨会多余忘年 所以称并退兵 率全军撤回了汉中 此外 还把陈苍各处的诚意 包括陈苍留给了位置 让他们在雨水中 淋泡了近两个月 据报 特别是陈苍城内曹真所布 战甲凹成了碎片 粮草都已生煤 将士布满军心动作 将士布满军心动作 曹真已成为瓮中之鳖 无路可逃啊 丞相 快下占领吧 兄弟们早都等不及了 未言王平听令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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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快 快 副帅好生安乐 我 我的爽儿回来 天气湿寒 爽儿 快来饮杯热酒 快给我爽儿烫杯热酒 蜀军正在冒雨进兵 什么 上级谈报 承信实力处 已发现大乌蜀军 多少人 源源不断 望不到尽头 从喜好上看 是属上将军魏严 王平 这两个人到了 足以证明诸葛亮不远了 快 快退 快退 退退退退退退 快快退下 快快转连 所有将士上升聚机 诸葛亮来了 遵命 诸葛亮来了 好 大度走 什么 不好啊 诸葛亮把蜀军 秀明 跟精锐 都调来攻我吧 承恩 快快派人出城 立更有手家派军 快来救承舱 儿已经派人前去了 蜀军就要攻城了 放箭 怎么回事 完了 副帅 这已经完全被雨水袖拾掉了 这样的剑舍不死蜀军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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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妮 李妮 谁让我杀了谁 大都督 快撤啊 你主帅 是 快撤 快撤啊 大都督 原队来了没有 我满意 你 你奸死吧 叫你用兵不住 我要想朝鲜他和你 我上去上别去做 我要 我要原兵 大都督 不好了 破城了 蜀军长官署杀过来了 弟弟 弟弟 快撤人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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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帅 快出来 蜀军已经破城 洞关西关都湿了 只有南门可出 这些服饰是我军少太用的 父亲你赶紧换上一剑 二方军趁乱杀出城去 快 大都督 大都督 父亲 千万别回头 当心被敌军认出来 快快赞马 升旗从真 好 升旗从真 一顽 第四方军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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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督 父亲 父亲 大都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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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想 您快跑吧 不 父亲 我们一起走 我 不行 我的药 药不冷 不急啊 你快跑跑 跑跑 把朕 杀了我 快 父亲 你说什么 我是 大死亡 大毒毒 逆胆废 朝廷蒙袖 祖宗蒙袖 快 快 快把朕杀了我 不行 父亲 不行 拉医生再见 快把朕杀了我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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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是贼兵呢 原来是大都督啊 要不我早就赶来救驾了 父亲 大都督无恙否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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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骂医 你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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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督 赵二 传父都督令 老公 让将士们安心休整 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 诸葛亮断然不敢冒犯 把酒肉都拿出来 让将士们饱餐一顿 遵命 末将在 我曾替你写过一道表彰 现在你也替我写一道表彰吧 请大都督示下 这道表彰应该如何写 你上奏朝廷 大都督曹真不听司马仪劝阻 贸然犯禁 致使我军兵败 丢弃陈仓等城 大都督曹真抛弃陛下所赐的 朝廷服饰 改川蜀军小卒战俘 弃三军而独自逃命 信得司马仪拼死相救 侥幸生还 言下三军无主 军心动乱 国怀 在 我是否言过了 大都督所言 句句都属实情 禀大都督 这道表彰 我要请所有的将军 联名上座 听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司马仪忠勇报国 公盖天地 朕应三军将士所请 加授其为朝廷大司马 车济大将军 兼领平夕大都督 统领三军 朕并赐天子剑 锦袍玉带 以状军威 臣灵指谢恩 曹真 丧尸辱国 凡事罪无可赦 但念其伤重而死 朕不再加罪 卓其子曹爽 故曹真灵就返回长安 归葬祖坟 钦此 三军 朕大 别来无恙啊 尚好尚好 如无我相助 如下能重登大都督之位吗 来 孔明 如本是南洋一耕夫 尚不知天术下不明大事 本该偏安一遇 保敬安民 为何屡屡逆天行事 强行用兵 如主阿斗愚蠢 莫非如比他更愚蠢 我守先帝托孤之州 岂能不倾心竭力 讨伐逆贼 仲大 如父祖皆为汉尘 九识汉度 不思报效 反诸篡意 必遭天前 我只肖与善一挥 为 尔等定当灰飞烟灭 辟福好大口气啊 孔明啊 听我一言 你我如今都是五十岁的人了 天命不永 余日无多 你我与其争斗致死 不如各自饮兵班师 安享天年 原来你知道非我之敌呀 既然这样 你且归降于我 我赏你一辆四轮车 你我同归成都见主上啊 辟福只会摇唇骨舌 搔手弄机 舍死别无他能 辟福听着 我卫国疆土强于数三倍 你逆天乏味 辟福汉数儿 永远不能成功 如此看 族下非要一战了 无论是斗兵 斗将 斗阵法 我都不拒你 好 你且布阵吧 在你阵法完备之前 我绝不趁徐进宫 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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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我麾下一偏降也可不止 此乃浑原一气阵 你也不阵我看 在你阵法行程前 我也绝不趁循进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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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识得此战吗